茶余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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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现在吃饭或者吃完饭 都很多谢你看我们这个节目 我是John 我叫Wano 罗船长 多谢 我们今天就讲一些叫国家政策的东西 国家政策 国家政策 现在我们受到疫情 外国打压 国家推行了一些双秦环 一个叫外 一个叫内 双秦环 如何双秦环 双秦环 以前说的双秦环 就是以前 美国一个地方 经济主体 霸佔了 主导全世界 其他国际全部都是附庸 用来帮忙 自从中国大了之后 有一个叫双秦环 将经济体由独大 变成两个一起去滚动 由美国最大的经济体 带动中国这个经济体 再带动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令整个全球经济 带动整个经济改变 这个叫双秦环 我理解旧的 旧的双秦环 以前中国这么多年 四十年开发改革 其实基本上我们都是做代工的 代工的过程中 产生最低的利润 人家给加工材料 或者外国采购加工材料 而才能够去到 赚到少少的加工费 我们叫代工 代工产业之下 令到 代工产业之下令到 很多时我们会出现 付出和赚了很多外汇 赚了很多外汇的过程中 每个人都在带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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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没有什么环球经济 现在全世界都差不多停顿 希望疫苗 大家可以用 大家可以快些 将经济重新复苏 所以来说 面对这个情况之下 中国是第一个疫情之下走出来的 经济复苏 唯一一个 最快走出来之下 宏观世界来说 又到处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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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做不到环球贸易 今天需要听新闻 现在天气冷 现在英国 几个国家的疫情都热趋严重 所以又重新封关 总之你不要来 一下机就捉你去检验 令到环球的经济受到打压 我们经常说 加拿大和美国老友都说 我们那边境要封 封多继续封 是啊 是啊 所以来说 令到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你说 我们中国真是厉害 中国 中国真是厉害 因为吸收了 其实 我们叫做内循环 现在搞了一个叫做内循环 内循环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本来以前是出口 代工 全部都是入和出 最大的量和入和出 但是现在呢 我们是内循环 就是将内部的资源 制造的资源 就供给给本身的客群 John 你说 一定要人口要很大 量很大才做到这个 可以做到内循环经济 那我们看来说 原来中国有这个能力的 是 原来环球人口呢 在2020年呢 全球人口大约是77亿左右 那最多人口之一的国家呢 就是排名是中国 最多人口的国家 最多人口 我刚刚拿了一份最新的数据 最新的数据 印度都排在第二 印度第二 第二的 所以来说呢 我们见到呢 14亿人口呢 其实占了全球人口的18% 挨近18% 是 那如果这样大的市场来说呢 亦都是可以体验到呢 其实客观条件 第一 有人先 第二就是什么呢 有没有钱先 你没有钱的 就像印度那样 你走到内循环都搞不定的 是 是吧 那原来呢 我们在这30年里面呢 其实我们造就了呢 中国的财富呢 原来呢 经济环境呢 原来是财富于 原来呢 国民的储蓄呢 是非常之高的 原来 原来中国人呢 是喜欢存钱的 自古都喜欢存钱的了 原来是不舍得花的 是 那现在来说呢 其实开始一个新经济环节呢 其实开始那些人开始有信用卡 或者是开始一些叫做 经济体系里面呢 开始产生个消费 是 而消费来说呢 我们之前没有经济那个封关 我们全世界的人是欢迎 现在是欢迎什么 欢迎中国人 我们哪怕我们的香港的自由行 都是中国人能够带动消费 而去到全世界各地 都是带动到欧美 韩 日韩的主体消费 都是中国人出去 原来中国人存钱是他外面消费 还有因为中国人多嘛 都说14亿 你四分之一都等于全国美国 即假如我们中国只有四分之一人有钱 全部都是红人来的 那我们都已经高过其他地方了 你知道而已 美国多少人口啊 三亿多 美国就只有三亿多人口 所以呢 就因为他那个主体经济非常之好 所以能够 就是说佔到环球的GDP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出口 大国就是美国 但是人口只有三亿而已 市场很小的 不是小的 他很大的 三亿全世界都很大的 只不过是说 如果他要和中国 中国比就很难理 四分之一 很多国家 几千万 几百万都叫个国家的 但是 如果排的人口 好像这个表 我们人口都排第三 全球人口 人口排第三 全球排名第一 如果是中国 不是啊 我说美国 美国第三 印尼第四 OK 所以来说 我看到原来我们的 已经是养成了一个习惯 其实中国的国民 其实已经是藏富于民 其实很多钱涌了出去消费 但是呢 很多中国人说 太棒了 他说做一些海南自贸港 去到一些南沙自贸港 很多自贸港出了来之后 将那些 你去外国买的 不用坐飞机 来到我们的沿海城市的 特国税务特区里面 可以买到你在外国买的东西 那些消费就留在中国 所以来说 产生了一个甜头就是 原来那个外部消费是非常之强劲的 而可以拉动了全中国的GDP的增长 我想不单止是这样 自贸港的东西 主要都是方便些人去买外国东西 但是其实中国呢 真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是的 譬如以前呢 我们说 中国人又喜欢买外国货的 是的 出国环球都买外国货的 是的 但是今年我们看回 天猫 双十一 双十一记录 今年突然间 多了三百六十个细分项目的 全新国产品牌 都是拿这种销售第一的 ok ok 可以分到一半ücken 分剤这是各民消费的一半 bands 其中有16个品牌 她们的成交是超过一亿 神奇那些 过往有很多名字 Tiyaf Sloan 像欧萊亚 化装品那些 已经被中国的品牌 已经摧倒了 现在赚钱的 这些赚钱的企业 是一些中国的品牌 例如我們比較熟悉一點的,完美日記,另外有一個叫花西紙,花西紙都很貴 我見到唇膏一支都兩三百元一支 阿John做了很多功夫,真的 所以我又覺得,為何難怪環球資金擁港停在香港準備入什麼呢? 是準備入入我們14億人口的市場,原來外國人其實是流口水的 想入去分一杯羹 就算是中國品牌本身也好,現在在國貨來講,其實有一個叫國貨潮 如果是中國公司的,即是將來將會一個叫國產消費創業產品的春天 即是我們要做生意,我們自己國產,我們自己賣給中國的,我們生產的 都已經是將會一個春天,我現在是適合建立品牌的時候 即是以前我們未行得,未得的時候,因為我們都更喜歡外國的東西 但今時今日已經不同了,因為很多現在我們最新出來的那些 那些叫國產公司 其實他們都是一些,去過外國讀大學,在國裏面 譬如好像袁美日記的創始人,黃錦峰那樣,他以前是寶傑出身的 在一些外國大公司那裡做過,然後再結合在中國裏面 群組裡面去尋找需求,聊天,然後他們可以最快一個月裡面 可以通過回饋,一個月產生三十種新的產品 即是外國公司是適應不到我們中國的速度 中國的速度現在其實不單單在建設上面 在製成品上面中國的速度都很可怕 所以搞到美國連抖音都怕了,怕著 這樣也是其中一個原因,抖音怕就太多政治原因 抖音就是話語權來的,抖音 以前美國人說了事,原來抖音可以將特朗普都整股 原來不是他可以控制,魚類市場不是可以控制的 二次創作可以做到 那我又這樣說,其實來講 其實在我們的環球現在高速增長 我們相信在中國的人估計 中國的GDP是在夏年2021年有雙位數字增長 雙位數字增長很厲害,只是靠中國 即是自己本身裡面的雙位數字增長 也貢獻了整個環球的四成的GDP增長 行不行,我有一點懷疑 這麼厲害? 我懷疑,雙倍我真的懷疑 你看看中國如何能夠將市場化 也將中國以前的M型消費模式 轉為美國的濫型消費模式 即中產階層非常之紅厚 產生消費力 這就是中國未來內循環想做的目標 中產階層的消費 即國家結構會改變消費模式 即美國成為消費大國 五六十年代打完仗 全世界都窮是經濟最好 那些人每個人打工有錢 令到中產階級膨脹 加上越戰又多了一班免費讀書 多了一班最高級有學識的人去支持經濟 令到有一個濫營經濟 濫營經濟 現在中國有多少留學生在外面回來 現在內地的人 以前我們覺得內地人沒有學識 現在中國教育真的做得很好 裏面有很多 我最近喜歡看上親節目 什麼完美訊號 那些人的質素很好 全部都是外國回來的留學生 絕對好 你會發現他們比很多香港人更加有情燥 有品味 這班人真的有學識 他們真的可以通過了外國的知識 再回流回中國 在中國的國情裏面去辦事 我們看回來說 其實現在中國怎麼做到濫營的消費層 能夠再發光發量的輸出 為什麼呢 其實已經是中國脫離了以前代工行業 就是低技術低勞動力 為什麼那些在中國國情之下富起來呢 其實他們那個人工都要增長的 所以如果面對到中國現在要搞什麼呢 是搞創科和輸出 和要賣中國的貨系出外面 所以在內循環裏面 有整個全球的18%佔比的市場裏面 做一個叫市場的先行先試 還有數字經濟 其實現在中國是TOP1的 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 就是銀行球公司的品牌 都想衝進去中國市場 哪怕現在我們最流行的電動車 Tesla 都是想衝進中國市場 剛剛在中國已經入了一個車廠 他入到中國的車廠 就免了一些關稅 免其他東西叫做合資 所以他能夠令到車廠 這個市場裏面 就可以走勻整個14億市場 哇很大的 中產增加了消費得起 以前就消費不起 你賣來都沒有用 現在消費得起不同 中國其實用一個很簡單的政策 就是怎樣去內循環 循環就是要講速度 人們留得的速度 你不是靠腳去走的 他就說你留得到的速度 就會帶動到什麼呢 就是城鄉市鎮的經濟消費 大佬 所以中國的高鐵票和交通工具 是很便宜的 令到一些人很低的成本 都可以擁有到私家車 搭高鐵 能夠鐵路網絡成熟之下 他們能夠在城鄉裏面 一個星期走幾轉 帶動在城鄉城市的消費 我們稱為城市化 整個內循環 所以他們 國家除了有這個意向之下 政策上也是補貼 除了觀念上的改變 人口的收入的增加 國策上還有推動 還有補貼 補貼你以前單車的年代 現在補貼你私家車 三萬元可以有一部私家車 可以自由中環全中國 哪怕你電動車 到十萬元以下都有一部電動車 電動車的好處是 你選擇少 多數都是國產 所以他們外國品牌想打進去 Tesla 為何想打進去這麼久呢 其實他們都很想 隨著中國科技和電池的能力 令到國內的電動車 如果大家回到國內也是 綠色車牌的電動車 如果佔了整個深圳的的士 全部都是電動車 比亞迪那些東西 我今天看了新聞 比亞迪會有些新的巴士 電動巴士 絕對 去日本那裏 去日本那裏 絕對是 因為他可以做到內循環的系統裏 實用和我們叫美 叫嘉廉物美 嘉廉物美的話 我相信全世界的競爭力 都是想找 就是那些買家 都是想找嘉廉物美的 沒理由想買貴的 所以我們見到 那個內循環就是 令到整個中國 是我們叫那些人口流動得 滾動得很厲害 而很多時候 我們舊有的觀念就是 由鄉村三四五線城市 就一定是流入去一線城市 去到我們的掘金 是嗎 是 是 農尖比較貧窮 入省 入省 就工業化 打工 做事 這個是 八二年之後才開始有的 之前就不讓你走 是 現在是鼓勵你 鼓勵你到什麼呢 你是人才 你是博士生 你是研究生 每個城市是鼓勵政策 阿John你沒有房子 給我一千尺 一百方或者一千尺的單位 是免費提供給你 給你錢 給你吸引你 所以在城市的競爭方面 這些人才都吸納得非常之多 尖紙現在是 尖紙 你沒有車就給車 差不多是你結婚也補貼 你結婚了 是啊 總之人才 考慮一下 人才 你在國內招手 有很多人去招攬你 而我們看回來 我們香港人 怎麼去享受 這個內循環經濟的修成 是啊 你一直都在講內循環 一講人家 我們香港人 怎麼去做落地 去分享他的成果 香港人 香港人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就像你所說 要是 就是尖紙 我讀很多書 我拿過雙博士 我就是拿一些 政府福利 你家居住 給你幾百萬 住 做生意 那些 我們普通人 正正常常的 沒有什麼得益 其實香港人 其實可以很多 其實你看到 近來的股票 其實香港人 最簡單就是 就是買一些 叫做 內需股 內需股 內循環的股 汽車 家電 那些股票 但就留意一下 股票就會有機會 你的成本 本金可能會有風險 投資有風險 投資有風險 現在升得這麼害怕 都害怕 但是我們香港人來說 我們看數據 為什麼要支持 汽車的消費 原來發覺 我有少少統計 是 2017年的時候 國民的消費潛力 其實我們在說 GDP增長 其實是 只有三成五 如果在美國 如果在美國 內需 他們的 GDP增長 佔了六成至七成 美國的濫營經濟 是 日本來講 去到五成至六成 所以 我們處於中國 內需的消費 是處於一個低的水平 還有上升空間 所以中國 就鼓勵了什麼呢 最大的消費 是什麼呢 是汽車 汽車消費 在我們 在美國 一千人 有八百部車 而在德國來說 一千人 有六百五十部車 而在2017年的時候 一千人 中國 德國是一百四十台車 即是說 這個數字 還可以 大幅增長 因為 汽車是 GDP 一個 計算 在裡面的 數額大 而且會帶動到 周邊的消費 你開車會去很多地方 會開車的靈活性溝通 以及經濟的活動 會帶動了 所以令到 其實出現了 就是 大量的汽車 擠塞衣在市中心裡面 令到又出現了問題 政策就說 我支持大方向 但是 在做了問題 在市中心問題的時候 出現了 人車爭路 所以現在大陸說 就是將那些 譬如 以前淫泊的那些 現在全部蓋了 收銀 收銀 又加上天眼 罰款 是的 所以我們見到 問題出現了 當地政府 或是城中心 其實我們 人流入市中心裡面 所以令到 出現了 麥錶的收費 是的 麥錶的收費 一來收費 就是要阻嚇性 夠阻嚇才行 夠貴才行 夠阻嚇 去到 拍A日 你拍A日 三百多元 比香港 三百多元 市中心裡面 即是多少錢 那一小時 三百多元 三百多元 去磊進制 那個一個小時 十元 第二個小時 十六 第三個小時 就二十六 就是月拍就月貴 是的 總之三個小時之內 一定要趕你走 你不走 就當你是封頂 或者再磊進制 再收你高的時租 所以來講 面對內循環產生的副作用的話 我們香港朋友其實可以看一件事 我們香港人拿著少許的成本 少許的資本 以前新勞回來的80年代 90年代我們很新勞 我們唯一的優勢是什麼呢? 我們講老人家 我們唯一優勢是拿著少許的錢 未在貶值之前就做了資產配置 你說很多人現在我們說 叫我們買些國內的物業或者什麼 那些二、三、五、四、五線的城市 那些又沒有當地人的支持 又沒有當地人的接 那如果你說有政策支持 有內循環 有人去用你的 對接你的資產 唯一一個 我覺得只有一個 阿莊你猜不猜到什麼? 什麼?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內循環鼓勵內需的消費 而產生一些叫做剛需的東西 現在汽車工業 車流量會大 車流太多 那我們就做一個部署 我們叫朋友 中心城市 做一個部署就是什麼呢? 先入手城中心的車位 那車位來講是 那車位有沒有價以前 就說好像不行 車位以前 車位呢 為什麼呢? 我就看回其實政策上鬆了綁 鬆了綁的意思 因為它要面臨了 其實它 每國當地的政府 全中國都知道的 我要鼓勵內循環 要鼓勵補貼汽車 自然就會產生一些很多人 會欠車位的動作出現 而鼓勵人們投資車位的話 他將車位的時租 個人的時租 和月費收費 放寬到自由市場 自由市場的話 價高者得 令成了 在城中心裡面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去到廣州的車位 去到三千多元 以前是三百元 現在是三千多元 三千多元? 那好像大陸的車位 三五萬一個而已 那不就很划 是啊 但又不是這樣說 如果你說 我們經常說 要市中心 先 市中心 才要有用的 如果你去到三四五線的人 都不見的 你到處都可以拍得 那些當然沒有用 是不是這樣 那車位去到什麼價錢 不是三五萬 如果你說 廣州 廚州珠江新城附近 那些是兩百多萬 哇 整個樓這麼多 兩百多萬 那些單位是 兩千多萬至八千萬 那你說 在南方大廈門前的爛地 我剛聽過 老廣州的分享 我們不知道 那裡 南方大廈門前的空地 一個車位 還欠崩頭 都要二百萬 有錢都買不到 貴過樓 貴過 中國城買幾個 中國城那些 那些不算 那些是我們自己消費的 沒得好說 那些我們就 揭除了 為什麼呢 如果車位 可以去到這麼值錢的 去到 我又這樣說 將來我們看到 國內一線城市的車位 我們看到 內循環內消費 影響到我們香港 所有我們的名牌 所有我們的豪宅 都是國內的 有能力的人下來 使用他們的消費 其實在他們的 核心城市裏面 其實他們的消費力 非常之高 而令到 令到 他產生一些 價值的東西 那他對這些 價值的東西 將來可能會增持 所以來說 我們看到 由 麥錶收費 政府推動 和政府鬆綁 再加以他們去 影響他們的生活 如果沒有車位 影響生活的話 其實我們見到 日後的價值 是他們多少錢 都要爭著 問你拿的 我們香港人 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 我們處身香港 只能夠唯一可以做 就是調配資源 用 我們叫做 刀仔鋸大樹 現在小銀碼 就在核心城市 就拿定一個 優先的位 或者什麼時候 百多萬都叫做便宜 我們有 在核心城市 買兩百萬 其實你有錢都買不到 基本上來講 買不到 買不到 我們有些空間 剛剛在第三個 第三個 核心城市 就是佛山 有些叫做 政策上 叫做 偷步 都快一線 佛山 大約三幾十萬 都可以買到 所以 我們的朋友 上年 都不斷增持 所以我們說 如果你是 看回內循環 在置業方面 最容易對接當地市場 阿John 是不是只有車位 這樣來講 又穩陣 你很容易去理解 這個地方 特別是佛山 佛山 現在已經預備做一線城市 過了一線城市 2020年 第一個率先 變成一線城市 即是人口有足夠的籌密 經濟有足夠的經濟實力 裡面都是一些優質的人士 等於你下來香港 就是這樣 你全部的東西 最重要是集中 你不要分散 那個地方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增長活力 所以 所以我看到 其實我們 如果對接內循環 其實很多時候 國家政策 樓不是用來炒 其實國家 一定是找一個健康 健康正常的發展 不會讓它大升 你說 在我們叫做 在三四五線城市 國家也不會出政策去維持 因為它要維持一個 叫做平均值 但是你說 如果在商業體系裡面 國家絕對是支持 商業體系的房地產 我相信它還未到頂 至少樓 我不知道它升到多少 但是 車位現在廣州 都說百多萬 現在佛山 幾十萬 我覺得它還有很多空間 絕對是 為什麼來講呢 我們看經濟的數據 其實政策 你見到 無論是所有的政策 內循環 都是環繞住人的交通工具 而這個政策 是非常之巨大的 而產生我們叫做政策 香港人接收政策的紅利 紅利是什麼呢 早去部署之下 政策上又可以叫做 間接國家政策支持了 你持有車位 John 那是政策造成的 一個 如你所說的問題 是 為什麼呢 所以國家很方便我們 其實在2014年的時候 鬆綁了全中國的車位 私人車位的租席 脫離了那條捆綁線之下 其實很多核心的城市 哪怕去重慶的車位 或者上海的車位 北京的車位 你問一下核心城市裡面 其實都是有價有市的 除了一個地方是深圳 深圳就是沒有車位可以有產權的 所以深圳所有的車位 是完全是沒有價值 只是當地人樓上的自用 我也要提一下我舅舅 舅舅很早幾年已經說 我們要在南海買樓 我們就置業去 即是只會買樓 但是還未看到 其實車跟樓一樣都是資產 所以我們就這樣說 受到國家政策的內循環 令到其實我們說內循環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國家也都有一班人 是受內循環而富起來的 阿莊你不要想貢獻國家 其實內循環即是經濟的循環快 即是有先富起來 他們的洗費都是落在城市中心 建設那個國家的增長 資料增長的話 所以我們見到 其實向國內的人的消費 還有那個人工 各方面都會追得很快 我們見到很多時候 在市中心的朋友 打工一族 他們每年的人工 是雙位數字增長 還是青黃不接的 機構是拔一些有才能的人上崗 一個老總三十幾歲已經是變老總 去管理一個資產 很大量的資產 三十多歲 你說這樣這麼高速增長的話 最重要是什麼呢 國家裡面或者所有的人面 是求財 求財 我們做置業就是看著財 人才去哪裡 我們就跟它去哪裡 還有這些增長對大城市更加有利 絕對是 你現在增長的都是一些 怎麼說呢 是一些社會的精英 全部都是高級的知識分子 不再是以前那些農民、農村 出來打幾百元工 現在幾千元 那些 其實你來到的話 就算你有很多人 但那個消費的狀況都不同 但現在這批人 他們的工作是令到他們 可以有一個高的消費能力 所以我們這樣說 我們跟香港朋友 經常說 置業錦囊 置業錦囊 最精明大灣區 是怎樣的呢 怎樣去將我們的資產 僅餘我們的資產 發揮最大和最有優勢 是 捕捉在他們內循環之中 人才聚集 在城市中心裡面 去產生的財富 而他們會承接我們 我們因為跟他們一起成長 那我們就分享了內循環的成果 是吧 問問自己 早一點 因為現在既然國家的政策 我們 香港人就好像尖邊 尖邊得不太多 而可以做的就好像剛才所說 衝日合生成事 這些我們還做到的 是的 所以來說 我們就這樣說 不要浪費每一分每一毫的資產 不要說真的因為個人的喜好 而將資產 一生的資產 會配在三四五線城市 當你翻轉頭 原來幾年之後就發覺 喂 輸了 輸了給隔壁那個香港人 是不是 做得精明一點 希望我們的分享 都能夠帶動到大家 現在有一個叫做 新思維 思維上的形式大灣區 不要想著說 不要想著 國內的飲飲食食 其實到處 居住全中全部九加爾城市 都很先進 到處都是很好喝飲食食 是不是 都美食豐富的 最緊要拿些核心價值的資產 是不是 John 沒錯 很難得人生有幾何有低水的資產 可以想得 是啊 有需要 就跟我們的置業顧問 或者我們聯絡 就可以來我們的新東海 109A 一樓 下午那段時間都可以聯絡我們 或者私療我們 了解多些 可能車位上的東西 是啊 今天我們 John 有沒有些什麼補充 講得很詳盡 這個內循環 我們講了內部的狀況 就是中國內部的改變 又講了這個國家政策 還教我們朋友 在這個位置裡面 其實我們還有有利可圖的地方 我們可以 一個穩固 又穩固 又有增長能力的一個板塊 大家可以在資產配置裡面 盡量 我們經常講盡量去 因為為什麼這個內循環 會產生很多的經濟效益 而最終的物業市場會是成果 物業市場的價值升幅是成果 當它還未爆升 還有倍升的情況下 我們叫快人一步 要快當地人一步 不是讓當地人走光 那些沒有意思的 我們要快當地一步 增持一些稀有的資產 我們就會回望 在三幾年之後 你就見到你自己的成果 今天的節目差不多了 應該是John 下次有機會再見 下次再見 紫葉錦朗 多謝 多謝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就可以點讚、分享、訂閱 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最新的資訊 或者最新的片 都可以通知大家